我想这样随经纪的时代的来临 电子商务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成为我们企业很重要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需求来源 那我们希望对于电子商务 数位商务等这样的一个领域的 年轻人只要对这方面有兴趣 还有有想法的 我们都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第一个我想洞察力很重要 要随时能了解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那第二个创新 创新力这方面 我想对于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怎么样去满足它 我们要也很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那第三个勇于挑战 勇于冒险接受挑战 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要具备的一个特质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挫折容忍力 我们希望在整个一些创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挫折 我们要能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那如果是有职场经验的 当然我们要看的是过去你在那些职场经验过程当中 你累积了哪些成效 那所以你要在很简短的时间里面把你过去所创造的一些在企业里面创造的一些价值可以很简单的描述出来 再来吸引人士主管的这样的一个目光 那另外如果针对是这一个没有职场经验的这些刚从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 那我会建议是说从过去的一些社导活动 或是在学的任何的一个不管是研讨活动等等的 负责过的一些案例里面 可以表达出在你这个案例里面你扮演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你在这一个案例过程当中你学习到什么样的经验 或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 或是觉得值得宝贵去吸收的一些经验都可以